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激烈集会 这次集会不仅是他对近三个月前刺杀未遂事件的回顾 更是他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铺路的重大行动 在这场集会上,特朗普毫不留情地抨击民主党 指责他们对飓风海伦的应对不力,并暗示选举将被窃取 他的言辞激烈,不仅提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政策 还邀请了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等支持者共同发声 马斯克甚至自称为黑暗的Mega,并强调选民登记的重要性,发出末日警告 然而,这次集会的背后却是充满紧张气氛的安全措施 因为特朗普回到了他第一次遭遇刺杀的现场 在演讲中,他不仅重申自己对美国的坚定信念 还对当时的受害者表示敬意 特朗普的语气虽然略显低沉 但他依然强调这次选举是善与恶的战斗 集会中,支持者们的热情高涨 特朗普的家人和其他重要人物也纷纷发言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打气 这场集会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中的激烈对抗 而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 一场充满激情的政治集会如火如荼的展开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回归投下了深刻的历史阴影 这里曾是他在夏季遭遇刺杀未遂的地方 如今,他的重返被视为对事件的深沉纪念与未来政治战役的前奏 这场集会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铺路 宾夕法尼亚州在此次选举中成为关键的战场 特朗普在集会中宣布未来几天将再次造访此地 显示出这一周对选举战略的重要性 活动现场 特朗普面对着他的支持者 猛烈抨击民主党的政策 特别是他声称飓风海伦的联邦应对不力 他毫不保留地指控民主党企图操纵即将到来的选举 并抨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2019年 支持为居留所中的移民提供性别转换医疗的政策 这些言论在集会上激起了热烈的呼应 特朗普扬言 谁会想要为非法移民提供性别变更手术 我可不这么认为 在场的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也成为活动的一部分 他以自我调侃的方式在演讲中自称是黑暗的Mega 并呼吁选民积极登记投票 他强调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选举 这份末日般的警告激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回顾三个月前的那一幕 特朗普在同一地点遭遇了刺杀未遂 当时二十岁的刺客托马斯 克鲁克斯被警察击毙 两名集会参加者受伤 而志愿消防队长科里 康帕托雷则不幸丧生 这次事件深深影响了特朗普 他在演讲中对康帕托雷及其他受难者表示敬意 并赞扬了执法部门的努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 特朗普在演讲中说到 这是一个病态的世界 他与康帕托雷的家人会面 强调他们失去的家人是民间英雄 特朗普的集会语气较以往低沉 没有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 但其阵营中其他演讲者补上了这一点 拉拉 特朗普 特朗普的儿媳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席主席 将这次选举描述为善与恶的战斗 坚信善将赢得这场战斗 与此同时 参议员JD 范斯则强烈谴责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攻击 指出这些警告是对民主的威胁 他对哈里斯的抨击充满了火药味 你怎么敢谈论对民主的威胁 他将这些言论与特朗普遭遇的刺杀未遂事件联系起来 特朗普还对联邦政府在飓风海伦事件中的应对提出批评 指责政府对洪灾受害者的援助不足 而却向国外提供巨额资金 他同时推广了水利压裂技术 并表达了对日本公司日刚收购美国钢铁的反对 在这场集会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仅包括来自巴特勒的当地居民 还有从其他州赶来的忠实粉丝 一些人自发从前一天就开始排队进场 现场气氛热烈 人群中有一位名为达梅斯、彭德尔顿的黑人 他穿着一件带有政治诉求的T恤 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他说 特朗普代表了我们为之奋斗的许多自由 而这些自由现在正受到攻击 在巴特勒这个充满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地方 特朗普的演讲撂翘而充满决心 他在午后十分登台 集会现场 早已人山人海 特朗普一号专机盘旋在空中 为这场聚会增添了特别的气氛 与此同时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 忙于飓风后的救灾工作 显得相当低调 他的丈夫道格 埃莫夫则在匹兹堡出席集会 这场集会成为全美媒体关注的焦点 NBC News和Sydney Morning Herald等媒体 也不断报道这一事件 凸显出特朗普的回归 对美国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这场选举中 巴特勒的集会只是序幕 接下来的选战将更加激烈 似乎每一个演讲 每一次集会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的集会 再次展示了他作为前总统的影响力 和支持者的忠诚度 在他曾遭遇刺杀未遂的地方举办活动 不仅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也是一种团结支持者的策略 正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后 重新集结军队一样 这一举动向他人展示了他的决心 和不屈的意志 即便面对刺杀未遂这样的生命威胁 特朗普依然能够吸引大批支持者 这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姿态 但是 楚天书 你不能不提这场集会中 充满的激烈言辞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特朗普持续攻击民主党并暗示选举被窃 这极具煽动性 可能会进一步分裂美国社会 在一个充满分歧和对立的时代 它应该促进和解 而不是加剧矛盾 这样的做法像是历史上被批评的政治家 比如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约瑟夫 麦卡锡 这种策略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政治利益 但长期来看却危害社会稳定 谢琪琪 你提到的激烈言辞 确实值得关注 但这也正是特朗普的魅力所在 他敢于直言不讳 敢于挑战现状 这正是许多选民所欣赏的 自从亚历山大大地时代 人们就对个性鲜明的领袖充满崇拜 特朗普的支持者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鲜明个性而追随他 更何况 这次集会也表现出对曾经不幸事件的悼念 和对英雄的致敬 这些都让他的支持者 感到他是一位有人情味的领袖 楚天书 你说的毫无疑问是特朗普的一部分魅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煽动情绪可能在短时间内凝聚支持者 但历史告诉我们 这样的策略往往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就如同古罗马时期的尼路一样 过于依赖激情和情绪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特朗普的言辞不仅可能损害其个人形象 也可能对美国政治体制造成伤害 他应该学习如何在激烈政治环境中 更负责任的发言和行动 你提到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 但不可否认的是 特朗普的直率和不拘一格的风格 确实满足了许多选民 对政治变革的渴望 就像丘吉尔在二战时 以不屈不挠的演讲 激励英国民众一样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和不屈精神 也在激励着他的追随者 即便他的风格争议不断 但在一个多元化的政治生态中 这种风格可能就是促成 变革所需的催化剂 楚天书 尽管特朗普有其支持者和影响力 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风格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长期来看 政治人物需要的不只是激情 还有智慧和谨慎 正如中国古代的孔子所说 君子慎独 领导者应在独处时也保持谨慎 同样的 特朗普需要考虑他的言行 对整个国家的影响 而不仅仅是对支持者的吸引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实现稳定和持续的政治变革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